好 再了解了我们关于内核的配置方法 包括kconfig的语法不后呢 那下面我们来做第二个实验 就是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驱动程序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把它添加到我们的现有内核的一个版本上 那么这种方法呢 应该是在我们工作中应该是使用的频率非常的高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是第三方厂上会把一个已经调制好的 或者是我们即将要调试的驱动程序呢 给我们 那么我们需要把它先编进内核进行一定的调试 先从语法上解决它的问题 然后再说它的功能性问题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常规 或者是经常使用在底层开发的一个基本思路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地方 那么今天呢 整个演示呢 我们就是一个LED驱动和一个直线LED测试程序为例 然后我们来看看是如何进行相应的开发的 下面呢 我们先看一下 在我们之前呢 我就已经 大家可以去找到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给大家写好了两个驱动程序 一个呢 一个驱动程序 一个测试程序 一个叫myledcbv.c和一个应用程序的myledtest.c 这两个文件 那么这两个文件呢 相当于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评论给大家 大家先不写 等以后呢 咱们在学完驱动过后呢 这两个程序至少应该是能够写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点灯其实相对而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我们呢 这个简单的程序呢 其实更多的就是实时让大家来去数一下 造体操心的内部是如何处理程序的 那么在逻辑程序用 大家知道点灯其实是很简单的 对吧 就是应该来说 也就是两到四句话 可能也就完成了 对吧 就比如找到地址 然后付一些值 进一个配置 其实就主要两个侵存器的配置 但是呢 到了我们内核过后 你会翻这个驱动程序的 大概多少行呢 我们看一下啊 谁的nu 180多行啊 当然这地方呢 可能是还是加一些 奇怪的啊 就是一些 冗余的一些信息啊 大概可能100多行啊 100多行 那么如果要比较完整点呢 大概200行 要达到这样一个代码量 那么很显然呢 是跟我们平时在看到的那个 就是裸机的开发 好像完全不太一样 对吧 那么什么原因呢 其实原因就在于这儿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 裸机的驱动程序 如果说我的硬件发生改变 那么我的应用程序 要进而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我们超级系统的应用程序呢 就即使硬件发生改变 但是我们应用程序的 Hello world 是不是还是这样写 还是pranable 对不对 没有做任何的修改 所以说它里面设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什么体系框架 所以我们在后期学习驱动时候呢 当然也是在学一些什么驱动框架而已啊 好了 那今天我们在我们先不关心这个啊 所以说先 我们先把什么呢 先把myledcdv.c 先考到我们的什么 内核的代码中 然后我们再考 再考到什么呢 考到我们的那个led 就这个呢 是应用程序所以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啊 这个空间这个应用程序呢 肯定是在板子的文件系统上运行 然后这个myledcdv.c呢 是在我们的什么驱动 也是我们的内核里头啊 啊我们呢 我把它考过去啊 考到我们的呃已经好了的啊内核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边我考到哪呢 那么我们先把它考过去啊 考过去过后我们来看看怎么去 呃把它 把它那个放到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内核就是刚刚我们第一个实验已经做好的实验就是在呃之前 已经给大家改好的那个呃内核版本的技术上去进行修改啊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许还不知道如何把一个 从官方的下来内核然后最后跑到我们板子上运行起来的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是相对而言要复杂一点 我们先用一个假的已经改好的啊 那么这个这个内核啊这个内核好像是你们应该给的是一个叫smart210的这样一个卡板的内核好那我们嘛把这个程序先先考出来啊考到哪呢 嗯考到我们建议的是考到dryver模式啊 在一个chart模式对哎按理说应该是在这个模式但是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啊在我们是到底考哪里比较合适 首先dryverchart然后ls看一下啊这里头呢 有很多很多种办法啊第一个你直接考到这个主模式下 他有一种办法就是你这个地方再创建一个你的字幕叫led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led就是里头去做我们的什么呃开发啊 那我呢相对而言要做一个复杂一点的啊咱们就试试啊做一个再复杂的那么这个呢呃我们就写成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叫做myled 那这样一个路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自己的所有的设备或以后你们可以自己写的my character 然后我们所有制服设备你都放这个目录就可以了呃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那个myled.c 拷贝到什么呢拷贝到我们的myled目录下好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myled目录下呢现在来说是不是就有这个.c 文件对吧好了有这个.c呢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把它什么的把它编引进内核就ok了吗对不对 所以那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过程啊梳理一下这个过程呃这个过程呢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步因为我们先从就是从原理往往回推啊第一步因为你有了点c那我是不是就要告诉什么是不是要告诉先告诉makefile啊告诉makefile我要怎么的要升级点O是不是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是这是最点最典型最直接的方法我要一个点O然后就把它练得一起对不对 所以那下面呢我们首先来说在当前这个目录下是不是就应该有一个makefile对不对啊我们清理一下啊好首先先申请先生成一个makefile那这个makefile该怎么写呢那么我们现在假设说你还不知道怎么写的话前提下呢我们建议呢你可以怎么办你可以去看一看上级目录下啊上级目录下的这个makefile怎么写因为上级目录呢大家可以看也是有很多目录子目录对不对哎那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这个子目录下的这个makefile怎么写啊所以说内核中 很多情况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完全自己学习啊你很多这样大量的参考代码你是可以自己拿来用的啊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MW 呃WAV啊这样一个AVE啊就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makefile啊 好我们看他怎么写的啊他的写法非常的简单啊大家看实际上一个OBG杠什么东西来处理啊那么这个你就可以不管了啊 嗯那么我们实际上也就是一葫芦画表把它卡回过来啊然后把我们的makefile打开然后你前面注视你可以不加了对不对哎我们呢直接把它什么把它粘贴过来啊那么这块这块呢很显然就不能再叫这个点录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有自己的名字啊那名字以后我们再砍所以这个地方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写啊因为二万一写错了很麻烦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是要自己约定个红对不对那这个红能不能随便定不行必须前面有什么config的前缀因为如果我们要做什么makemenu那条道路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这么的要加这个config的前缀啊 那这些前缀呢我们就还是起个名字就叫做一般是大写啊一般情况大写my啊 led啊咱们可以再加一个test啊因为这样一般来说内核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名字出现对吧哎 也就是我们要让这个红起作用那么他就能编译是不是哎好 然后当然我们还没玩为什么因为点欧要什么名字还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么点欧呢 怎么定定义呢是跟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就说你有什么点c就定一个什么样的点欧他会makefile会自动的什么扩展这个啊就是会找到这个点c 好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点把这个文件名啊改成什么什么点欧就可以了 好点欧好然后我们就什么这个makefile其实就已经是吧大功告成了啊所以说这是第一步啊第一步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码c和makefile之间关系打通啊打通的办法非常的简单的嘛是不是就定义一个所谓的obg 杠某某某啊然后什么加的啊必须要加的因为我们的这个makefile是最终被什么呢被其他makefile给包含进来的 如果你用等号呢其他之前makefile包含那个点欧是不是全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加的啊加的然后跟什么那个名字的什么点点欧就可以了对不对 makefile会自动给你找到什么点c马达星编译好了那这样的话不就ok了吗我们是不是就完成了呢我们说实际上还没有完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makefile是不是只是什么 只是在这个当前目录下仪器作用但是我们内核有没有能进到这个目录去读这个makefile呢我们发现可能还没有对不对为什么呢我们来思考一下啊看看 我们看看上面这个目录中啊这个makefile中我们还是关心刚才我们进到的一个子目录叫什么mywill啊那么我们看一下那这个目录我们是怎么进去的呢好我们看一下啊 他进去的办法啊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什么是不是加等后面加上一个什么目录名加反射线啊所以说其实内核其实已经帮我们完成了很多自动化处理的工作就是帮我们把什么 就是当你的内核想进到一个目录里头的时候你其实就只需要把什么把obg的这个选项打开过后呢加等的后面的不是加一个点 而是加一个什么反其线那他就会以这个名字的目录作为什么作为我们的下一个目标然后就什么进入这去啊所以他会做这样一个自动化处理的过程 那么我们就非常简单我们这是不是只需要再添加一个mild就可以了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呢你如果说不想加这个红因为我们说有人加这个红加很多的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个意义我们又不是给别人 那个很很正规的看咱们可能就是个自己的调试对不对所以怎么做呢你看我们这样来说啊 首先我们要先确定我们的目录叫什么叫myled啊myled所以这个名字要先记住啊myled然后 然后我们在makefile中我们就还在这个目录下啊就是你反正看大家都在这吧我就怎么在 我就也在这个地方啊一胡如画皮下来做啊歪歪 屁一个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呢 就是把这个目录啊目录名肯定不能再叫这个词了而应该叫什么 错了叫什么呢叫做myled是吧 mled mled 大家要注意啊 千万不要写错了 要弃心点 就是这个反显线也别忘了 反显线也别忘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说那没有必要 我又定一个这样的config 因为这样 我的是不是会导致我的kconfig写起来很麻烦的 对吧 kconfig写起来很麻烦 为什么 因为 你又要设计一个config和blue的那种语法 对不对 好 那我呢 干脆咱们怎么的 就简单明了一点 咱们怎么做呢 这样就 直接杠歪 这样大家看啊 这样是最简单 最直接 为什么 因为你直接杠歪过后 那么说明这个myled这个目录是不是一定进 不管你怎么配 我是不是一定要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啊 简单的话 就像这个地方 大家看 当然这个不是啊 这个是另外一种语法啊 这个 这个后面的说法啊obg杠歪 然后myled 好 那么下面 我来想一下啊 那看 看来这个步骤通不通的啊 你看 这个点c 中要点of 最后把这个点of写的 这个makefile 而这个makefile呢 我们需要把在什么 是不是在我们的上级目录中 上级目录 上级目录的什么 makefile makefile file makefile啊 中什么的 中是不是也要加一个ob g-y的这样的类似东西呢 加等什么 是不是目录名 对不对 我们的目录名 然后 好 这样他就进去了啊 所以这么来看 整个makefile这条线路是不是已经通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还要通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如果 希望啊 在什么 make menu 卡费格的时候啊 来 来帮我们来进行什么配置的话 那么我们还要再走条路 那就什么 走可以卡费个路啊 就走我们的什么可以 看费个家 但有的时候能不走 也可以啊 就不走的话 你就直接在什么在这个 第一个步的完成基础之上呢 直接在点费个中 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红你给他写进去 也是可以的啊 当然那样我就 我就失去学习意了 就说如果 简单直接的话呢 你就直接在这个地方配什么 是不是在这里文件中 直接写一个抗费个 刚才我们那个红 然后等于什么 对不对 你就直接这么写也不行啊 但是这样的话就我们学习意义就不大了啊 所以我们现在呢 想出的第二条就是 通过make menu 卡费格 找到他 找到他 那么这个找到的办法呢 有几种啊 有几种 很多种方法啊 那么比如说我们先看 第一种 就是我还是先就先有 那个 纸类啊 就先有那个他举细节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找他什么 前面那个啊 比如说myred中 我们先干的嘛 我是先生成一个kconfig 记住这个大小写啊 也要注意kconfig 如果你拿不准的话 你就干脆怎么的 干脆就把这个kconfig直接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怎么复制 你还是这样啊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 其实 建议大家是以复制形式 而不是单独去写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 什么 对于 失误啊 比误的原因 导致一些 不好查到的问题啊 就这个目录中 啊 好 这个目录还没有 这个目录没有的话 那我们再找一个 好 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 hw render kconfig 我们就烤过来 烤过来过后干什么 我直接是不是在这儿赶 对不对 在这儿赶 那当然他这个写太复杂了啊 其实太复杂了 我们其实根本用不到这么多啊 用不到这么多 那实际上我就想到我们拷费的没有意义啊 好了 我们把它散掉啊 还是看成写算的 好 但是就是以后公主 你可以借鉴的那些代码 然后呢 去作用在我们什么 这个这个文件中啊 好 那么 kconfig 我们写什么呢 你可以单独又写一个 menu 就像我们说你又又又加一项 可以的啊 可以的 然后呢 你也可以直接写成config 然后用那个其他人包含 我们就还写menu吧 因为这样 至少看起来比较那个 一个自成一匹啊 就我们自己的东西都在说放在menu里面对吧 好 首先来说 第一个关键是我们要记住config 对吧 这个名字是什么呢 这个名字很显然是会跟我们刚才makefiles有关的 对不对 一会我们来加啊 那么这边我们先写成led 或者说你现在不着急你把什么 makefiles先打开 就一起合成把它写完 就这个地方叫myledtest 那我是不是要跟这个名字一模一样 对不对 一模一样 我们把这个kconfig打开 然后呢 现在我们config的后面 啊 是一定要改成什么 复制过来 我没复制过来 看前面有没有 这个啊 叫myled 啊 叫myledtest啊 而且要注意config的下发现是那个前缀你千万别考 别考多了 然后如果说呢 我们是想做那个 那个多那个 那个双选啊 就是那个要不要没有啊 那么你就跟什么不录 啊 如果说你要想做三海呢 就是tracement 去这里等 啊 不录后面呢 你就可以自己写啊 然后你就说 啊 嗯 config啊 或者是support啊 support support 啊 support什么 啊 myleddevice 啊 driver 可以了 那么你也可以这么写啊 随便 这不所谓的啊 然后呢 后面是个help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后面可以跟一些什么 比较你认为可以 引导用户啊 去做了一些事情 当然我们也可以 跟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啊 support support led device driver 4 s pv 210 啊 这样一个写法也可以啊 后来 smart 反正都无所谓啊 好 那这样是不是咱们就写完了 那么 换句话来 我们是不是就能找到他呢 但是呢 我们会说啊 这样还是没完 为什么呢 因为 大家看 就是我现在呢 这个myled目录下 请问一下 确实是有kconfig和makefile都有 对不对 makefile呢 刚才我们说 咱们是不是被主makefile 就上层目录的makefile是不是找到他了 对不对 但问题没完 这个 这个目录下的kconfig有没有被上层的kconfig给包含了吗 如果没有包含 那是不是他就相当于潜估计器了 有点像素装结构 你这个不包含啊 他实际上是不是就永远不会出现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呢 我们今天在课堂上呢 我会正确的例子来允许 啊 然后下来大家做实验的时候呢 你可以尝试一下 就在这个 情况下 你再没看门群config的时候 你再看看 还能看到 实际上你肯定是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上层目是什么 没有包含我 当前的这个什么kconfig的 所以当然方法很简单 我们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进入到上层目中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kconfig给他什么 改了啊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要要包含那个sauce 就是sauce后面应该跟 跟m 是不是应该跟的是那个 呃m LED目录下的什么kconfig 对吧 我把这个 支付串先复制过来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vi中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kconfig 那你在哪看呢 其实就是sauce一下 对不对 你当然可以在最上面来sauce 对不对 你也可以在下方sauce 无所谓啊 我们呢 就在 就在这个行的下方sauce一下 sauce 好 然后say 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什么 这个啊 当然这个要注意 你这个地方 你其实刚刚你考这个目录说 你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了 对不对 是不是就有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在上次课中说过 我们的这个sauce 实际上是sauce谁 是不是从当前的主目录下开始sauce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导致什么 就会导致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没有跟的是主目录作为一个上那个前缀的话 那你后面实际上是相当于 是不是在主目录下去找一个mled目录 那很显然是不对的 对不对 很显然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的 在这个目录前面应该加上什么 Drivers Drivers Drivers下面是不是我们应该是 具体的目录 我们看一下 制服设备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看不到 好 我看一下 在我们的什么 制服 制服路径 对吧 CHAR 我们再确定一下 在CHAR下的 是不是有个mled有新建的 然后下面的可以抗飞 所以你必须要跟这个Drivers目录想啊 在这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 make menu config的时候 所看的的第一层目录是不是那个当前的内核的主目录对不对 所以你要从主目录中的下一层下一层下一层开始包含这个 好 所以说这样来看呢 基本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咱们就已经把什么 可以抗飞的这条线也打通了 make file这条线也打通了 那么这样实际上我们的文件就已经被什么添加到内核了 所以说其实不是很难对吧 非常简单 那作为我们内核学习的第一个开门的课呢 就是先导课来说 就是难度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好 make 好 这个地方我们敲 make menu config 因为我们是在charm 好 make menu config 好 我们看看这个make menu config过后的一个效果啊 好 这一辆其实报告一个错误啊 那么以后我们看看 这一辆报告一个错误 我们看看是不是因为我们写错了啊 好 我们来查错一下啊 可以config一下 第二行和第四行都有问题 好 来看一下 driver 恰 这个写错没关系 因为可能是 一些比如啊 第二行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能再门扭了啊 不能再门扭了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他的 门扭字呢 应该是要有一个啥 其实 你写门扭也可以啊 这行 然后还要写一个那个双一号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菜单要显示啊 显示 呃 你就可以称之为叫做 my carrate device 好 device 好 我再试一下 好 就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我们就往下看啊 device driver 然后呢 我们去找什么 就找carrate device 对不对 carrate device过后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中 你看这地方是不是有多了一个菜单 看没有 我们说了这个尖尖尖 括号啊 下下那个下一个 那个大于符号 是不是就菜单的意思 对不对 然后mycarrate device 对吧 好 我们回称啊 好 你看这点是不是就刚才我们写的 support myled device 你甚至跟nh 是不是看到这些帮助是不是都是我们写的 对不对 都是我们写的啊 后面不是我们写的 因为后面是什么 内核自动生成 它的一个什么 关系啊 关系啊 然后我们怎么的 是不是 点择一个新套 对吧 好 回车 然后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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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保存 好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如果想验证一下 你就点config 去验证了 我这就不验证了啊 然后呢 我们下面该干什么呢 下面其实就是在编内核 把内核就编进去 那么这个编内核中呢 我们还是可以用什么 每个优引问题 再进行一次编译 那么编译过后呢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文件到底编没编进去呢 对不对 那我们来先编一下啊 过后我们来看看 它的效果是什么啊 其实如果说想看的话呢 你可以看打印信息能看出来 但是如果说你的驱动比较多啊 那么就有点麻烦 像我们这之前是编好 对不对 编好过后再编的话呢 好 其他文件不编了 只编你什么 新添加文件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这地方啊 再看 是不是有这一项出来 这一项出来了 只要这一项出来了 就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这个驱动程序是已经被编进去 而且到最后 你看是不是也打包成功了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认为什么 我们就认为是我们的程序怎么的运行 就是编译成功了啊 那他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去在这项下 driver satch ar 然后我们的什么 my led 这个目录下去看 什么呢 有没有这个点欧生成 如果有这个点欧生成呢 说明我们就成功了 然后接下来 那我们怎么测试呢 首先来说我们写应用程序 肯定不能在pc上测试 因为我们的 最终的程序是不要运行在板上 所以说下面的步骤就很简单 就是用我们什么 这个内核去下载到我们板上 然后运行起来过后呢 在板上运行我们的什么 刚才写那个测试程序 然后执行它 然后看我们的rg灯亮没亮 如果亮了 那ok 那说明我们就成功了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什么 对于 内核中添加一个设备驱动的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的是两条线 对吧 makefire一条线 kconfer一条线 那么这两条线呢 其实难度都不是很大 只是说要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互相包含进去就可以 好 这个下来呢 大家就按照这个刚才所说的东西呢 去做这样一个作业 那么这个作业呢 应该说以后大家在 系统移植或嵌入开发中 应该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 一个工作 所以大家一定要熟悉 一定要不要那个 再看视频来做 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自己能够 独立的完成